年冠将近 许多亲业举办鬼牙活动 推广台湾科技知识交流的玉山科技协会举办岁末晚会 请到知名OSA和尚团现场表演 LG董事长和董娘献唱 与会出席的前副总统肖万潮 也勉励该协会对台湾科技创新的努力 玉山科技协会举办岁末晚会 在悠扬的独唱声中拉开序幕 台上唱的卖力台下热烈共鸣 连许久未开惊嗓的董娘们也热情助阵表演 活动现场重量级人士云集 包括台影金控董事长李继柱 莲花神通董事长苗峰强等人 与会出席的前副总统肖万潮 期免再做企业代表继续为台湾创新做努力 理事长王博源则表示 协会力推企业界转型 传统代工模式也必须改变 过去台湾的产业大部分的 都是在做一些代工 就是制造 那么这个模式可能已经并不太适合 以现在的知识经济 包括基业为热山丘 阿玛科基等台湾新兴企业货班殊荣 协会鼓励台湾新创团队开创价值 希望进一步带动年轻人的创业氛围 他们人都很少 获利都很高 所以这也是我们怎么样来promote 台湾创新创业的一个根本 我想我们台湾应该有很多年轻人 都有很多很能好的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来支持他们能够创业 活动除了邀请贤副总统肖万潮力临 总统辅资政斩请贤也受邀请 演讲台湾医疗界历史 这场晚会气氛热烈 也成为企业界岁末年终佳化 鸡台电视重复杨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